这次给大家带来了什么节目 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我之前发行过的歌曲叫《征途》 然后这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在户外去录制的这一场晚会的这个节目 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观看这个节目 跟我一起去感受这样古今对话的一个感觉 然后我们一起去用我们的奋斗一起征途向未来 这次在户外的表演有什么感受 很感慨吧 就会包括从一路走进来看到所有的风景 尤其是在《颐和园》里面唱这首歌的时候 看到每一句歌词都会很感慨 就觉得咱们所有一路的发展 走过来的所有人的付出都觉得很不容易 然后也很艰辛 然后所以更需要珍爱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吧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又有那么历史悠久的一个地方 就觉得有一种在跟时空对话的感觉 假如重新选择你会选择什么职业 想尝试一下记者的这样一个身份 我们会通过记者的眼光 或者他们告诉我们的故事去了解到很多背后的一些我们不了解的人啊 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会让我们很震撼的 对 所以我觉得很感谢记者这个职业吧 就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我们平时可能注意不到 或者是我们甚至没有发现的一些细微 但是又非常惊人的一些事情 所以就很多人其实一直在默默地奉献着默默地在自己的岗页当中做了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去传递着自己要传递的力量 但很多时候可能隔得远啊我们没有看到 但是非常感谢记者这个职业让我们去看到 让大家都知道他们一直在贡献 我们一起在创造了更好的一个环境 吃好吃的 然后想去哪儿玩的时候 刚好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可以去玩一下 我觉得要好好对待自己 这一定是对自己最好的方式 签略一日十周年巡回演唱会深圳大运中心体育场站 说完张门票又是秒寿庆 这个人气太猛了 不少幸运歌迷纷纷晒单 不过还有很多歌迷没有抢到票 一些歌迷纷纷流眼假场 周深巡演抢票 以票难求 支持出他当下超高的人气和影响力 作为一线实力唱将 周深的人气来源于两大关键因素 出众的实力和独特的个性魅力 真谁也想不到 前脚刚在北影节闭幕室大放催泪弹 这篇个人首本五大刊Cosmo 在没有封面的情况下 又创造450万家的恐怖销量 周深你这真是不打算给其他歌手一点活路 一边参加这爆款综艺 一边穿梭于各大晚会现场 出了新专辑 又要准备出道十周年的巡演 在如此繁忙的一年 周深依然疯狂地输出了高质量live 真是不服不行了 这个视频就一口气带你看完 周深2024年创造的那些超级现场 真不知道深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首先就是在第十四届 北影节闭幕室上动情演唱的旺 空灵完整的歌声和超强感染力 传递出所有扎根电影业前辈的深厚情怀 回望影史上永恒璀璨的星光 谢谢他们曾经留下的美好 人总会绕啊绕啊绕啊绕 绕尽千里路也望向归走 沉着风向面吹拂 有夜空漂浮 抓一颗流星座礼物 愿你幸福 手中先绕啊绕 绕啊绕 绕尽千日夜夜望向归走 远归朝前夕陈落 然后是将大鱼带到联合国总部的精彩时刻 一个歌手能代表祖国唱歌给世界听 周无一是一生最高光的瞬间 从欢言到纽约联合国总部 周深早已不再是那个站在台上都瑟瑟发抖的情色男孩 看你飞远去 看你离我去 原来你生来就属于天际 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 倒流回最初的相遇 还有电影频道 M榜荣誉之夜 周深用它空灵纯净的嗓音唱响了小美满 宛如天类的嗓音 如潺潺流水般润泽心灵 动情的歌声勾勒出一幅幅充满爱意与幸福的画面 让我们沉浸其中 感受着那一份份小小的美满 接着是跨年首唱就被国家收走的浮夸 周深空灵纯净的歌喉将歌曲意境完美诠释 辉煌的旋律 赋予天类顶级演绎 仿佛有这种洗涤心灵的力量 不过雷仪出生才遇见 你的浮现穿越千百年 人生不过 红红三万天 满满人间 留恋留恋 而新歌奇迹时刻又解锁了深深舞蹈rap魔术新技能 欢快的旋律不施坑枪有力 奇迹时刻 当你一起来开启夺目的现在 百花迎春大连环周深现场返华依旧致敬最可爱的人 我相信革命烈士们一定能看到新时代的繁华依旧在绽放 一把故乡的迷途入怀 饮一碰甘甜的江水心中藏 多少稚气的脸庞 站在无名港 守望着家的方向 周深未来可亲 定将成为引领华语娱乐圈新风向的代表人物 相信这位天籁之声 还会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和精彩表现 你这对几个动作坑不一都逃不过吧 哈哈哈哈 周深周深周深唱着走 周深周深 周深不散 周深不散 咱俩咱俩没孤立了 但我们不平安 人生就是这样的 还好我们也不喜欢他们 哈哈哈哈 你听人们懂得说吗 哈哈哈哈 吓到羊了 最重要是我觉得像我们这次做一个 但现在你在发言 你发言了 我替你发言 我们这第一个继续的在网友上歌唱 然后其实我们看大家 这是我们一直要求追求的目标 穿左边圈你了 你不毛 谢谢这个男哥很机会 谢谢兄弟们的关照 但我这么一穿了 等会我跟温哥是一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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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跟温哥在里面 坐 哈哈哈 走去了 已经进行了治疗 但是今天的嗓音还没有能够演唱的这个水 同心在一起 好 给亚轩加油 祝你让我拿点心 今天因为你 我的另一半心也病了 你们俩先聊手 我先走 另一半心也另一半心 你昨天就只剩七分之一吧 哈哈哈 那七分之一的 十四分 真的是十四分 哈哈哈 这个气脸好快啊 你这次看着吧 那还是这个的年轻人 真的是张着嘴巴 怎么了 我们面试一下